應該是生地傾斜 雞尿族鵝島和雞尿 都死了很多人 很出名的天災 春夏今宵都曾經籌款 我自己有些感覺 我做這個傳聞職這麼久 我發覺貿易居上 很多其他議題 什麼關心 九隻的議題全都追過了 我覺得這個政府非常良好 這個林鄭月娥為了討好選民 為了拿選票就說 我一上台就拿50億搞教育 現在這個陳茂波又說 只剩下80億搞教育 一千個都二百三十億 就是老人家 你教育是下一代 就是下一代 我又告訴下一代 為何要養上一代 這個林鄭月娥真是 挺PK的 但我沒有理由 要那些年輕人 要那些陳人傳聞職 補償那些年輕人 突然養上一代 那我的感覺就很簡單 你現在是吃種的 老人家是吃種的 我自己真的有些覺得很涼薄 所有的議題都是dipart 就是後來居上的 我們搞全民稅的保障 最少都說了接近20年 是完全政府是 因為說來説 都沒有正式要實行這件事 那我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就是覺得 所以政府就是 合不合些老人家 老人家 是弱勢的弱勢 因為 我做這個 全民退寶 現在是很年輕的 開始 有很多老人家 已經不見了 即是說 一起爭取 好像李太那樣 又不見了 另外一位又不見了 很多人都不見了 還有 在維中山居住的那位 誰 在吳慧澤 不是 不是 是男人一定的 吳慧澤 吳慧澤 吳慧澤經常出聲 我記得被人擠 他套譚 你說 一個社會是不是糧房 年輕人 我要照顧你 狗隻都照顧 現在 不是狗隻不需要照顧 即是我覺得人間要走 如果這樣說 就是這樣